世上最戏剧性的小路相逢 别吃了 先喝饭来了 天哪 要成了自己的老板 当初是他先放弃我的 不吃馒头 不要争口气 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是啊 工资翻翻不说 餐补房补交通费 全都给提上去了 不愿一辈子被胡说哭 我又没做错什么 干嘛吃吃 这么好的福利待遇 不劳白不劳 车里等你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明的 以后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我妈妈绝对不是那种 你说两句好话 就会回心转意的人 开始吧 刚好在楼下碰到胡总 就想着喊你起来 然后续工作计划安排 上帝啊 毁灭吧 一起结吧 不用 谢谢胡总 胡总让你等一下空出时间 有应酬 什么应酬 又让我准备花 又让我准备蛋糕的 应该是哪个客户生日吧 难道 还记得我生日 浩总 生日快乐 原来又是我想多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也先走了 等等 都过去这么久了 该忘了就忘了吧 当年我爸突然病重 我也是几天之后才看到你信息 回去找你 你已经离开了 当初你为了事业 你四四复虐我 就算没有这件事 我们直到也会分开的 公司员工都有的生日礼物 你有自带 知道了 这就回 我男朋友来接我 我先走了 原来我才是那个一直放不下的人 咱都过了六个半天 啥回家 没见过女人失恋吗 见了 但没见过她一次女人失恋的一次 快快快配合我一下 她到了不过来了 宝贝 她要认为好喝吗 羊 7 8 她要认为好 我那位姐老男人怎么回事呢 这我哥要不给你看群家福啊 这是我姐 你看过本 原来我跟没日没夜想娶的人 是我未来大姑子 是因为她说想要个房子 值得这么拼吗 等你有了喜欢的人你就知道了 李总欠了那么多钱 你说谁会接受这个烂摊子 哎还是赶紧找好下家吧 喂李总 上次您说想把公司传手 咱们聊聊吧 看来这丫头还在生我的气 过个时间再找个解释吧 我说的是想有个家 是想要跟你结婚 不是要房子 脑子是不是有坑啊 那现在还来得及吗 哎呀废话 当然了 你说那项链 这是你 我真是别的 不认识 我真是别的 不认识